欢迎大家收看上概关心地团的欢迎新闻 文庄国秀的圣诞点点议室是三个地区上老实的圣诞在外团 明天文庄国秀将在度结合地团社团 圣诞基盘一项点点的外团 航空警官就表示今年已经是第五年来基盘了 好好和地团社团也几位加剧政策节目 欢迎地团民众做回来度过一个难忘的暗面 配合佛林管政府今年推动国势教育的主题 三个地团的文庄国秀将科大基盘今年的圣诞点点外团 举合地团社团利用这些国势性的接近 安排核实课定增加活动的国势观 我们今年是配合云立县政府的一个主政的教育政策 国际教育年 所以我们特别把国际教育跟今年的一个点灯活动 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透过学生的一些国际教育相关的一个课程 的一个延伸 包括灯笼 包括一些我们灯室的一个布置 然后也让孩子去认识不同的国家 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 塞里塞主会今年这期动员 参加活动 希望让片兄的塞里定民 也能感受到圣诞节的快乐气氛 圣诞节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 庆祝的一个节日 那么我非常敬佩我们梁校长 还有一个国际观跟国际接轨 那么在台北纽约欧洲都有庆祝这个圣诞节的节目 那么我们西螺在偏向地方能有这个机会 也跟大家一起来欢迎祝这个圣诞节 文学高校这些圣诞点点的意思 已经十五个月的五点半开始认识 节目最后精彩 和香港国社团欢迎三立地区的民众 悠悠参务 我们今年比较特殊的有邀请了 LED炫光的一个舞蹈 那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舞蹈社 还有包括西光幼儿园 西中东南 小豆豆 东东 还有我们千玺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了火舞 就是虎科大的火舞社团 来参与我们丹钢今年的演出 另外我们今年的压轴 就是我们的夜光龙 文学高校今年虽然没准备圣诞秋 但是在全体肃生的合作下 在逛逛来报到很多美丽定庚加皮书作品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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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气氛 记者宜宁委插王报道 主席